在山达根认识魔鬼鱼 竟然是在夜市 大块的魔鬼鱼切块分脉 最大只要20多令吉 油滋滋的皮软糯弹牙 鱼肉滑嫩清甜 毫无腥味 骨头都是零次致比的脆骨 真是太神奇 我是Sherry 今晚我在沙巴山达根 记得先订阅关注哦 吃饭了 吃饭了 打个车去夜市吃饭了 嘿 我们现在来到了老夜市 我是真的是机场陆路了 先整一个魔鬼鱼吧 美当 塞拉拉 班达 三大坎 昨天都已经采点采完了 今天就直接卖了 这个也是最大的特点 就是烟雾缭绕像仙剂一样 关键是这个屋还很有味儿 火锅就我回去之后 我全身都是那个味儿 这是昨天的吧 肉的就要那个 对 然后这种是比较油的 呃 比较有什么油油叫它 呃 油 比较软的 没有 它全部是一样的 全部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哪一种 这个是它 那我们就来一个吧 来一个 来一个最大那个 最大那个 就来一个吧 不可以啊 你要不要 没有必要的 这个最快前一份吗 六块了 对 那你给我来一份小的吧 它这个分大小份卖 然后这个海葡萄 然后小份的三块 大份六块 它蔬菜呀 这些全部都可以 大小份卖 小份三块 我们要了一份决菜 这个决菜看起来有点好吃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还是很划算 三块钱小份的小份的 但是这个给的其实还蛮多的 猜一下这个 蘑菇鱼吃起来像什么 我觉得吃起来可能像草鱼的那种纤维 不会很嫩 反正我是真的超喜欢吃他们这边的海葡萄 真的真的 主要是长得很好看 然后吃起来口感也很特别 好特别的味道 这个超级辣 这个带酸 这个是咸的 好 魔鬼鱼开干 先吃了哈 这个有种吃肉的感觉 它的纤维感很足 但是不会很老 有淡淡的那种回甜味 很特别 很特别 就是不难 好的好的 谢谢 吃起来是那种几十斤大鲤鱼的感觉 那种鱼肉的纤维感 不会很绵 还是很嫩的那种 它没有海鱼的腥味 一点都没有 它配了三个酱 它这里其实有很多酱 你可以自己选择 这个超级辣 这个带酸 这个是咸的 配个酱 味道更特别 sauce是灵活的 再尝一下它这个皮 会不会感觉很油腻 因为我看着那个魔鬼鱼的皮的话很厚 不会 一点都不油 吃起来的话我觉得皮挺好吃 比较QQ弹弹很嫩 就是那个皮尾巴这个部分的话比它鱼肉好吃一些 我把皮敲开 哇 你看这个纤维 说是这个软骨的都可以吃 那个才叫跟着鱼的 吃到后面的 结果就是大哥又一个人在收了 他直接把整盘都拿过去了 说这个鱼骨头能吃 我来试一下 脆的 软骨 吃起来嘎巴嘎巴的 一节一节的 有点潮湿的干脆面的感觉 有呀 很奇妙的感觉 吃完了 一个魔鬼鱼 两份小菜 加一杯可乐 一共31 再去吃点其他不 走 吃什么 散步沿着海边一直走 又走到了这个新夜市 它这个夜市呢 虽然说没有老夜市的东西那么多 但是呢 它甚至它的环境够清新 中文字幕孽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词曲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 杨茜茜茜 我们又回到了三达根的中央巴萨 因为它这里的话晚上有一个夜市小摊 有卖菜的卖榴莲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今天卖榴莲的 去找一找 这是什么米面吗 好像没有 我不要吃菠萝米 它主要是卖香茅 香蕉 腾腿菜 它这个菠萝米一个的话熟了吗 这个熟没有吗 感觉又是熟的 要不要来一个吗 本来找榴莲 真是榴莲没有找到 找到蛇皮果 五零几一公轻 一公斤 估计只有一块钱吧这里 Do you have to sell durian? Durian I don't know No? 哦 直接拨开 哦 不用刀的 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 OK 好 谢谢 哇 好新鲜啊 酸不酸 甜不甜 苦不苦 还行 有点酸涩的感觉 但是可以接受 但是很新鲜 一吃就是很新鲜那种 没有完全没有很趴 爱爱一些很过季啊 或者说那种发酵的味道很浓啊 你知道没有 时间很短 那桑达根就逛到这里了 感觉还没有逛完 还意犹未尽的感觉 相对于KK亚比来说的话 桑达根它根据人文和历史 在这里逛逛老城真的很有味道 如果你喜欢人文历史 如果你喜欢老城的建筑 那么普罗州的山达根不容错过 谢谢这么大 Sherry带牛天下 这期节目就这样咯 拜拜